大家好,我是刘亦 为什么饭店做的凉拌海带丝那么好吃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详细的做法 特别的简单,家常,也很适合家庭操作 像这样做出来,香味浓郁,开胃简易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来准备一些海带 这个大概50克就够了 我今天用的是这种干海带 泡出来吃着口感又好 而且经济还实惠 当然也可以买现成的新鲜海带丝 接着来准备半盆的温水 放入海带 浸泡20分钟左右 泡海带切记不要用冷水 那样泡出来吃着口感不好 再来准备一颗香菜 这个主要是增加一些香味 不喜欢吃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少许的大葱 把根部和不好的叶子去掉不要 也主要是增香 胡萝卜不需要太多 有半根就够了 把外皮削掉不要 这个主要是丰富口感又均衡营养 接着把大葱和胡萝卜 放入水中 先清洗干净 再放入香菜 香菜的根部泥沙特别多 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全部清洗干净后 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来切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来准备大蒜 这个一定要多一点 拌海带丝 香味特别浓郁 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拍破 然后剁碎 做凉拌菜 蒜一定要剁得细一些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剁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大葱从中间片开 然后斜刀切成细丝 香菜改刀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盆中 做好的蒜末中 一定要放入多一些的芝麻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去除蒜的一些辛辣味 拌出来海带丝 吃起来味道更香浓一些 有很多朋友做凉拌海带 蒜其实就是少了这一步的操作 海带通过20分钟左右的浸泡 可以看一下 这手已经泡得非常的透了 然后再清洗干净 这个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因为海带的盐和泥沙特别多 用温水浸泡过的海带 表面这些泥沙和杂质是很好去除干净的 清洗至表面颜色鲜亮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把水分挤干 挤干水分后装入盆中 接下来改刀 先把整片偏大的切短一点 再把偏小的和碎的放在中间 最后一层再放上一些整片的 然后用手慢慢的卷起来 这样切海带丝切出来 粗细更均匀 而且又更好切 然后再改刀切成丝 这种干海带比鲜海带丝 吃起来口感更软弱一些 喜欢吃爽脆一点的 就用鲜海带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切上两片生姜 放在海带丝中 这个主要是去除一些腥味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烧水 水开后 先倒入海带丝汆烫 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开锅后保持大火 煮一分钟左右 再关小火 倒入切好的胡萝卜丝汆烫 再次开锅后就可以了 用漏勺捞出 捞出后 倒入200开中 用勺子搅动几下 浸泡上 接着来调味 蒜末中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味精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 少许的白糖综合味道提鲜味 其他的佐料就不用放了 今天拌这个海带丝 主要是突出蒜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海带丝凉透后捞出 放入漏勺或者是菜框中 把水分一定要挤干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才更好入味 挤干水分后 装入盆中 倒入调好的蒜汁 用筷子慢慢的翻拌 时间稍微长一点 让蒜的香味能够很好的渗透进海带丝里边 哇 这味道真是特别的香 拌匀后再倒入切好的葱丝和香菜 再次翻拌几下 只要拌匀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尤其是天热吃饭没胃口 做上这么一盘 特别的好吃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香味浓郁 爽口解腻的蒜香海带丝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